当然现在各国的电动车款 包含了混合动力的车款 其实它的销售量 以及普及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但是在台湾 台湾人对于电动物货的车款 是愿意买单的吗 是的 刚刚昆诚哥跟我们分析了 未来会是油电以及纯电 站在电气化车款里面 非常重要一个比例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台湾根据电气化车款的 整个市场占比 来去做一个分析 那我们要先讲 这个所谓电动化车款的车压 就是包含了刚刚昆诚哥讲的 Hybrid的 PHEV的 以及纯电 就是BEV纯电 其实包含在这里面 那让我们纯电 又把另外拉出来纯电的一个销售素样 好 这份数据从2017年一直列到2021年 我们先不看 我们先来看看去年2021年 对于前年的年对年 2020年它的成长幅度是多少 你有没有发觉 电气化电动化的车款 它整个销售包含了这个 包含我刚刚讲 包含Hybrid PHEV 包含了电动 它成长的是42.4% 非常高的一个成长幅度 所以它已经占整体总市场的比例 高达了15% 观影你看 从10%的市占比率 到达15%的市占比率 所以其实我们整体在预估 在2022年 怎么看好这个所谓电气化车款 我们预估2022年 这个整体的电气化市场的市占比率 将高达20% 我相信你可以 也就是说会高达9万辆的 这个乘用车是电气化车款 就包含了Hybrid PHAV BV的车款 这个纯电动车 但我们来看一看 那当然这6万8千多台车 是谁的贡献度比较高呢 我们先来讲一讲 以Hybrid的车种来讲 当然受惠于这个荷泰 你知道 PAPA整个Artist的Hybrid Carcross的Hybrid 全部国产了 所以它整体的 这个Hybrid的车种数量 就大幅的上升了 那当然你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讲这都是所谓 40几%的一个成长幅度 那你要知道 其中还有一个品牌 它对于这个PHAV的车型 的这个推广 吓死人了 它的那个销售数量 年增率不是几%在算的 是几倍在算的 你知道吗 成长2.6倍 VOLVO VOLVO的PHAV 插电式的车型 有没有 它的Twin Engine 它的插电式 有没有 我们也试过好几次 但那个车子呢 试出来的感觉跟性能 效能都非常的棒 所以也受到很多 这个消费者的口碑的 这个传递啊 也让它整个销售数量 一路的往上攀升上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纯电车的部分 我刚讲 纯电车以2021年的7216 对上2020年的6364台 它的成长幅度只有14%多而已 你有没有感觉 电气化车款大幅上扬 电动车也是上扬 但是只有14%多 14%多 好 我们再来分析 这14%多呢 谁贡献最高 特斯拉 诶 冠宇讲对了 也讲错了 为什么讲对了呢 这7200多台里面 确实特斯拉的这个 平价电动车Model 3 拿下最好的销售宝座 但是但是但是 相对于特斯拉这个电动车 在2020年的销售市场来看 虽然它在2021年拿下了 电动车的销售宝座 但是它对于这14%的这个成长 是没有贡献的 所以它你意思是说 2020跟2021其实差不多的 没有 因为特斯拉其实它相较于2020年 它还衰退了 还衰退了 还衰退了好几% 所以也就是说 虽然它卖的数量最多 但是整体市场往上上扬的时候 它是属于那种 在后面给你扯后腿的那个角色 所以就是其他的车厂反而成长了 然后甚至压缩到了 没错 特斯拉的 怪你你说的对 来你看看 宝石姐电动车卖的好不好 没错 台卡很好 奥迪电动车卖的好不好 确创很好 其他品牌电动车 是不是通通都出来了 是 未来经营2020年 我们说是电动车卖的 哇 有非常多的豪卖品牌 电动车全部都要出炉 那照这个比例上看起来 你说特斯拉还是销售王者 没错 然后我刚跟大家讲 是2021年比对2020 我们从2017年 看到2021年好了 来 以整个电计划车款来说 你会发觉 6万8千台对于1万台 这个成长幅度是6.6倍 大概是6.6倍左右 那你看到没有 7216台对于2017年的832台是几倍啊 这是将近8倍吧 8.8倍 8倍多哦 所以它的成长幅度是 纯电车占比的成长幅度是 比电气化的成长幅度还要来得高的 所有人都在往上升 所有品牌的电动车开始陆续推出 都在往上上扬的状况之下 唯独你特斯拉 还是扮演扯后腿的角色 这个拖垮了所有电动车成长幅度的角色 这是我觉得我们从整体市场面向跟数字上来看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特斯拉未来还会不会是王者 特斯拉对于所有品牌的电动车大幅出清 出来之后呢 它还有没有竞争力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消费者不要的一妹 只是崇拜或者是 做特粉没有不好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 你是把你的生命财产交付到这台车上的时候 我觉得市场的数字啊 可以反映出未来的一个表现 真的因为现在市场上面啊 就是电动车越来越多的选择 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因为我今天我要吃一个晚餐 我有这么多的选择 我有中餐西餐 还甚至于什么印度料理等等 所以我们的选择多元化了 也能够刺激整个市场的电动车的销量 往上再攀升 那现在我们来带大家来看看哦 在台湾既然跟全世界一样啊 电气化的车款也逐年的在攀升当中 那么在台湾卖最好的电动车 我们帮大家选出这十台 整个销量我们统计出来 前十名有哪一些 是关于刚刚阿大帮我们分析的 这个电动车在历年来 台湾市场的这个成长 确实都是成倍数成长 但是成长的幅度其实也相当的快 那刚刚其实我们在图表上面 我们也知道2021年的 台湾电动车的销量 大概是七千 七千出头量左右 但是其实在2020年只有六千多辆而已 其实成长了将尽快一千辆 当然其中卖的最好是 我们现在表上的这十辆 虽然说销量最高的还是特斯拉的 Model 3的车系没有错 他有卖到五千六百零七辆 但是特斯拉的车品牌的车型 今年2021年跟2020年 他对销售的成长是没有帮助的 因为刚刚阿大有讲到 他是衰退的 特斯拉品牌在台湾的销售量 其实是衰退的 衰退的多少 3.21% 3.21% 因为虽然说Model 3他的交车量 好像看起来一直都很不错 我们都知道 他都是一季一季才来一次 大量到港的车 但其实大家都最最知道的 Model S 还有休旅车 Model X 其实都是缺车的状态 所以他们才会整个销售量 其实在一年 其实今年来讲 去年来讲的话 其实是下滑的 那再来 因为各个品牌 当然对于电动车来讲 都是多加琢磨 也一直在推陈初心开发等等 那其中最受到关注的 就是保时捷的 Taycon这个车系 因为他推出来之后 可以说是电动车里面的一匹大黑 你说传统车厂里面 他是电动车卖最好的 我们说传统车厂 是没有错 他是卖最好的 一个跑车品牌 是 然后Taycon一推出 他也是保时捷品牌里面 卖的第二好的车 第一好 应该是休旅车吧 对 就是Market 原来 对 连凯燕都卖出他 连凯燕都卖出他 当然我觉得Taycon的出来 还是给人家 非常耳目一新 因为毕竟他的一个 品牌的热血的运动的DNA 赋予在这个纯电的这个车型上面 确实也让他 就是让消费者有很多 很多的这个期待 而且我觉得保时捷这一招他走对了 因为他给大家一个梦 就是当你要入手跑车 第一台最容易入手的跑车就是他 没有错 虽然他是电动的 但起码他是保时捷 然后大家就是说 那传统以传统油车来讲 现在的传统油车应该是 休旅车的天下不是吗 可是你看到电动车 你现在看我们表上面电动车 休旅车其实没有 真正上榜其实也没有多少步 是不是 你要看 我们到了第二名第三名 好EQC他是休旅车没有错 然后在中华的E-Berry Car 再来Audi我们看到Audi E-Tron 对E-Tron 其实E-Tron在电动车这个品牌 它是这个 它最早推出 它其实在Audi是最早推出的 但是卖最好的反而是E-Tron的 Sportback 其实蛮...其实蛮...蛮好玩的 会不会有人一开始订的是正统的休旅车 然后一看到E-Tron出来的那个Sportback 转单 大家可能觉得 我竟然... 我觉得鞋背的更美啊 对啊 确实在路上面休旅车看到很多 我竟然开到电动车了 我可能想开跟别人不一样的车款 比较帅一点的 对 不然路上看到可能都真的是休旅车比较多 那我再来是那个賓制的EQC 它去年的话其实也卖了90辆 但是我个人觉得 賓制在EQ这个品牌 昨末是特别没有特别深 我个人觉得它就推出说EQC 当然之后可能我们知道还有EQA EQS等等 但其实这是陆续的在规划当中 其实他们的传统燃油车就已经缺车缺得很严重 更不用说是电动车了 所以大家可能走进展间可能 我确实可能想要看一下EQC 或者是EQC的产品 但是就没车我也根本就不用再想了 你要等个一年叫我等个一年 待会等个两年我可能 算了我还是先买其他的车好了 因为现在市场又有其他的电动车给谁 那中华EQC 我们都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因应法规要生产出来 但是其实它算是最平价的商用电动车了 假设你今天你的 你已经知道你的一个行驶里程 大概都是几十公里 比如说来回大概四十公里五十公里 那我觉得EQC 它算是一个商用车里面 比如说载水果 我要载货 其实来回来讲其实都是相当的方便 国外的物流 他们都已经发展这种电动车 对就是物流的夜色等等的 很适合 都相当适合 所以像以看它后面来的话 你TESLA Model X的话 你看它二十辆 因为它真的是缺车 那利福的话 虽然说它其实也算是蛮早出来的 平价电动车 但是它的其实车辆的一个占有数 其实没有变非常高的 那再来HONDA 我觉得它也是另外一个黑马 它也是平价电动车另外一个黑马 因为它一上市 其实那个配额 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卖光了 所以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新市历程 它的HONDA KIA集团的这个电动车的科技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有一点期待的